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Kenny最新系列 Kenny有趣新聞報道 這段影片主要是關於日本的有趣新聞 大家都知道日本向來都是搞笑的 創意是新奇的 這個新聞是說 日本東京透明工赤上所後 變不透明工能出現故障 哈哈哈 真的很搞笑 日本東京有一個透明工赤 去廁所的時候 上鎖功能 按了上鎖按鈕 就會變不透明 近日被網民發現上鎖後 原本會變成不透明的功能 就是出現故障 這個工赤就是位於 攝谷區的代代木森丁小公園 和春之小春社區公園的兩個透明工廁 外牆是用透明玻璃 建成的 上鎖之後就變成不透明 但是呢 近日就有網民 就是拍了一條影片 就是實測發現上鎖之後 外牆仍然接近透明的狀態 就是由外面可以清楚看到 公廁內部 負責管理透明公廁的日本財團 週五在官網就說 這次故障是因為氣溫下降 令玻璃外牆呈現透明和不透明的粒子固定動 要花些時間才可以由透明變成不透明 為此向公眾自協 現在就是採取應變措施 令公廁的玻璃外牆維持不透明 並進行檢查維修 好 大致上這個新聞就是這樣的 日本人雖然有一個創意 是做了一個透明的公廁出來 不過呢 其實呢 可能是因為近日天氣冷 所以令到外牆的玻璃 透明玻璃的物質 令到它變不透明 所以呢 如果有些人去這個公廁的時候 然後呢 然後呢 鎖掉了就以為它會變不透明 怎知道 可能 可能 有點像AV情節 有些人進了這個廁所之後 然後 好像那些魔鏡號 即是裡面看到外面 但是外面看不到裡面 可能是以為 如果呢 你進了這個廁所 然後 你以為它會變不透明的 其實 可能進去之後 然後看出去 其實這個玻璃其實也是透明的 如果我進去這個公廁裡面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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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知道 即是鎖到門 鎖到門 鎖到門 以為它變不透明 但是實際 沒有 變不透明呢 就是可以 造成一個 公然路線的效果 然後 如果 有些明星 是去了這個公廁 然後 是透明的 被人看到 他的 如此的過程 相信 會造成一個更加轟動的新聞 不過正常的人 可能也是 不敢用這個透明公廁 只有日本人 他這個 這麼創新 這麼有趣的國家 才會 發明得出 這個 這麼搞笑的 透明公廁 看一下 公廁內部 這個 NOW TV 的新聞網 它裡面 真的完全 透明 看了下去 哈哈 它本身 就是 一個透明玻璃 然後 按了鎖門 就會變成這樣 好像白色一樣 就變成不透明 公園裡面 就做一個 這麼漂亮的廁所 我很喜歡 它在日本廁所 就是 可以充實 清潔系統 我覺得 日本最大的特色就是 這個 廁所有 沖屎筆系統 這樣 非常方便 直接用的水 就可以 沖乾淨 屎筆 應該是這樣 哈哈 它就是 變成了一點 白色 原本 沒開過透明 就是 比較清晰一點 那個玻璃 然後 現在 鎖門 只會變成 白白的 就是 完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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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就是它不是 完全是 不透明 其實挺搞笑的 日本人 的創意是 一個好事 它令生活 更加有趣 但是 它這個竟然是 它的玻璃是 它的玻璃是 遮不了別人去廁所 所以很搞笑 可能 有時候 日本有些 晚上 有些人 一男一女 然後去到這個廁所 那裡 打野戰 然後 誰知道 鎖門 才發現玻璃沒有透明 然後外面的人 看到 好像魔鏡號 但是 看到裡面的魔鏡號 好了 不知道大家 覺得 日本東京透明公廁呢 這個 覺得 搞不搞笑 好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 Candy Close 神經